大家好 我们抓紧把这个雷光汉的这个逃亡记讲完 抓紧这这几天吧 好就说啊 这个阿富汗战争 好多这个噩耗呢就不断的传来 所有人呢只要聚在一起 就是议论这件事情 他们因为有很多的孩子都现在在军队服役 在这个工厂里边啊 或者是宣传上啊 也都是进行这种爱国的社会主义教育 把这个政治思想工作呢 也都给把这个主题全部都是这个阿富汗战争 说这个阿富汗战争的这个罪魁祸首呢 是美国 和啊 嗯嗯 不能说了 要不然的话又给掐了 我上一期就没发出去 呃 在那个头条 苏联呢 是这个 他们宣传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去解放阿富汗人民的 呃 雷光汉的妻子啊 他在那个美术社工作 他们那个社的那个党书记呢 是个 日耳曼人 他呢 是一个非常立场坚定的一个苏共党员 一次呢 他就做这个政治报告 结果呢 他说了实话了 他说呀 这个阿富汗呢 是苏联的邻国 如果他要是被美国啊 嗯嗯 控制了 那就太危险了 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掌握这个国家 听着 就那么熟悉 哈 这理由贼充分 要不然就是什么 他是一个踏板了 什么这那的哈 那你 你说咱们跟多少个国家接壤啊 怎么就单是一个那个的 哈萨克斯坦啊 独立以后啊 塔拉兹市政府 在这个市中心一处 这个街星花园 就给这个 本市的阵亡者 修了一个烈士公墓 嗯 还立了个纪念碑 与这个二战时期的那个纪念碑呢 遥遥相望 都在一个公园里边 这里边呢 埋葬了这个阿拉木图 这个市里边牺牲的20名 阵亡者 包括呢 是8个士兵 下级金官 嗯 另外呢 还有这个 嗯 苏军的大卫 纪念碑上啊 是用的哈萨克文和俄文 两个文字写的 嗯 一出来呢 就是这样的 他们正忙了 在和平之城 命运给切断了 在别人的战争中 在哪里 他们的罪过 年轻人们 请述说 他们罪在何处 稍等啊 戈尔巴乔夫啊 有一次说 阿富汗战争 就像是一个流着血的伤口 也是苏联老百姓的灾难 嗯 这场战争啊 是苏联人给自己 奏响了 帝国父王的前奏曲 戈尔巴乔夫呢 虽然最后啊 结束了这场战争 但是呢 永远没法治愈 流血的窗口 八十年代呢 苏联社会啊 就进入了大萧条时期 经济计划啊 就走进了死胡同 成了 反而成了这个 社会发展的阻力了 阿富汗战争 还有这个 应战这个美国的星球大战呢 这些军备竞赛啊 耗光了苏联的经济积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其实啊 他这里边没说 我认为呢 当时因为各个国家 他要推行的这种所谓的 共产国际的 国际主义精神 所以呢 很多的这些国家 都伸手要钱 这些补助啊 要钱呢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出 呃 从这个 1983年开始 苏联人的工资啊 就没有再增加过 奖金呢 就更别提了 每年的这个 过去奖的这个 就像咱们那个 第13月的工资啊 也只有以前的一半了 有时候呢 还要拖到3月份 你才能拿到手 那个特别是什么 食品供应啊 从来没有过的 那个奇缺 嗯 当然了 除了这个面包 还有啊 牛奶啊 什么的啊 还能算是正常供应 但是你也得排队去 这个尤其是这个肉啊 什么香肠黄油啊 你就见不着了 每年5、1、10月啊 和这个新年 是这个苏联的三大节日 商店里边啊 要是就这几天 能够卖黄油 早上5点钟 你去排队啊 每个人也只能够买到多少呢 300公分 或者是500公分的 那么长的一个黄油 我天 就这么着 公分 商店里呢 其他的商品啊 也都很缺乏 领了房呢 就空着 为什么 买不着家具 汽车出了毛病呢 买不到零配件 领房子的排队时间啊 也开始越来越长 以前呢 是你排个三五年就行了 现在你排个十年 还不见得那住宅在什么地方呢 买汽车也是 也得排个三五年 过去是不怎么用排队的 老百姓呢 于是就对这个政府的不满 一天高过一天 到处都是抱怨的声音 所以啊 这个 你想让这个老百姓支持你 那这个经济发展 你就不能往后退 只能往前走 退了 就有人骂你了 在这个计划经济啊 面临崩溃的时代呢 这个 伯列日涅夫啊 这个人很奇怪 他呢 居然开始搞这个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 一天天的加强 我跟你说啊 有一个人讲过一个理论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在这个集权国家啊 他是这样的 他是像一个皮球一样的 弹性的 一段时间呢 他就 这个要集权专制 这时候呢 肯定是经济就不行了 经济不行了呢 他就开始放松 放松了就搞集体 集体制 这集体制呢 哎 慢慢慢慢经济起来了吧 但是呢 老百姓的怨言就出来了 他又谈回来 搞这个专制和这个集权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规律 他有一个反复 总是这样 就是说你专制 你就经济上不去 你经济上不去了以后呢 哎 就就就这么 哦哦又来了 他总有一个到极点了以后 他再回来 好 我们接着说啊 这伯雷勒列夫啊 就给自己啊 授予了各种的苏联英雄的 金色的勋章 嗯 甚至啊 还这个 就说授予的那个胜利勋章啊 这个胜利勋章是什么呀 只有斯大林和朱可夫 得到过 哎 他给自己来一颗 弄得呀 他这个出席会议的时候啊 他那个前面的胸前的胸章啊 都挂不下了 他还接受了呢 苏联元帅头衔 列宁和平奖金 和列宁文学奖金 得文学奖啊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叫人啊 给代理写了一个苏德战争回忆录三部曲 小土地恢复和啃荒 所以啊 有一个人呢 有人就给他编了一个笑话 说呀 勃列宁列夫有天啊 忽然想起来了 就问自己的秘书 哎 你看过我的那个三部曲吗 看过了 感觉怎么样 很好 啊 勃列宁列夫听了以后 非常高兴 大象的说 哎呀 那那么花 我自己也得读上一遍 1982年 苏联呢 突然一下宣布 勃列宁列夫啊 去世了 在这之前啊 人们呢 并没有听到他生病的消息 这个随着他一离世呢 强大的这个 帝国啊 就开始走入了寿终正寝的 这一步 战后啊 在这个 克林姆林宫 做第一把交椅时间 最长的 应该是 就是赫鲁晓夫和勃列宁列夫了 前面呢 那个赫鲁晓夫是十年 后边这个勃列宁列夫啊 是十八年 民间呢 也流传他们俩的那个笑话是最多的 因为他们时间长嘛 勃列宁列夫继任的这个是 KGB的主席 69岁的 安德罗 波夫 他去世啊 跟这个继位呢 这个老百姓啊 反应 并不 强烈 也不悲哀 也不高兴 但是呢 他这一上台啊 老百姓中啊 马上就又出现了 关于这个安德罗普夫的这个笑话 就说呀 这个勃列宁列夫啊 弥留之际 这个安德罗普夫就过来啊 说跟他做最后的告别 完了 勃列宁列夫说呀 勃列宁列夫就是这个安德罗普夫的小名 你现在要当总书记了 你要善待老百姓啊 不然他们不会跟你走的 安德罗普夫说 那有什么 谁不跟我走啊 我就叫他跟你走好了 说实话啊 和他的前任相比呀 安德罗普夫 真是一个相当能干 和比较开明的政治家 这个人呢 他有点像普京 他曾长期的担任KGB的中央主席 掌管着苏联最大的情报机构和镇压机关 了解苏联的这个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的 症结所在 所以他一上台呀 首先他就宣布要改善 敌对了二十多年的中苏关系 在他的这个施政演讲中啊 第一次用了要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 这样的字眼 这华侨啊都对这种事情特别敏感 中国这个呢就马上派了这个外交部的部长 吴学谦来参加这个伯雷涅夫的葬礼 在这个电视屏幕上啊 大家都能看到这个俩人呢 亲切谈话的画面 国内呢 他采取的呢 就是首先就整顿的就是劳动纪律 再一个呢 就是打击 贪污 腐败 从雷光汉他们车间啊 你就能够感受到 这个这个运动的这个劳动纪律啊 一下子就让这个车间的风气啊 好起来了 起码啊上班前五分钟 这工人必须就已经必须到达这个车床了 很少再见到什么迟到早退的呀 或者是工作期间就开始喝酒啊什么的 完了这个同志法庭啊 不断的开庭啊什么的惩罚啊 都很少了这些现象 再一个呢 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劳动纪律呢 他们那个厂啊 还增加了一名副厂长 这个这个副厂长啊 就专门让他管这个劳动纪律 这这哥们呢 以前是一个翻沙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 结果呢 他是根本不懂这个 你要搞这个意识形态上面 或者什么这种的东西的改革啊 他就是上台了以后 把好事给办砸了 比如说吧 就说以前的制度是什么呢 你工人上班以后 你把这个工作证就交给车间的专门有一个考勤员 哎 完了以后呢 你下班的时候呢 再把你的工作证领走 这个考勤员呢 就根据你这个工作证我来登记 这哥们一上任 上任三八火呀 直接就定了一个新规矩 把这个考勤员全给撤 干嘛呀 所有人你都过在大门口 集中着 在那登记 完了又给你发放工作证 按照这个姓氏 你的俄文名字啊 那排列给你发放 这工厂大呀 每个车间职工都达上千人 考勤员对这个本车间的职工都还认不全呢 你想想这一下子全乱了套 再加上啊 这个苏联人的姓氏啊 一般都集中在几个不多的那么几个字母上 所以呢 你这个从这个字母开头啊 后边你就得有几百个几千个那种工作证落着 你让这考勤员他怎么一下子能找得出来 于是呢 这个第一天 这白班下班的时候啊 大门口就拥挤着上千人等着领这个工作证 等了差不多快俩小时了才拿到手 第二天呢 又是这样 结果大家就不耐烦了 大吵大闹就开始闹起来了 就推来推去呀 后来呢 有人就把这个副厂长啊给叫来了 说你看看这呀 怎么弄啊 他看着也傻眼了 于是呢 这个新规章呢 就不了了之就取消了 其实啊 你从这一点啊 就可以以一概念 就看到苏联 他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形式 全都是形式上的改革 就是 呃 真的他就是不太懂 完了以后呢 他又得想办法啊 怎么能够让你难受 反正是他不能觉得我这出来 我没有一个改变 我必须得改改革就是 就是改变 你比如啊 他们这个医院里边 那个病例管理 苏联他不是实行 那个全民公费医疗吗 所以呢 他城市里啊 几个街道就有一个门诊部 呃 还有这个什么 呃 到这专科啊 你比如眼科 牙科 什么皮肤科啊 就这种专科的 你要到这个专科医院去 呃 剩下的你就到这个门诊部 差不多都能看了 这病例呢 也是按照这个病人的姓氏 就是字母排列的 那你想得几万几十万呢 都集中在一起 一个字母下边 那就成千上万的病例号 这个挂号处的护士啊 他真的要找这病例出来 真的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出来 有时候这些护士就烦了 怎么办呢 就干脆不找病例了 直接给你一本新的 以前的病例就就就就拉倒了 雷光汉认识一个朋友啊 就在他们那个城市里边 门诊部当针灸大夫 他呢就跟这个中国人学的 管理这个病例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你只要来了到我这啊 我就给你立个号 他按号码来找 他不是按姓氏找人 哎同事呢还都说 哎你这方法不错 说是说 但是呢没人学 都懒得改 嗯 这个安德伯夫上任了以后啊 就开始整这个贪官污吏了 嗯 大家呢好像也觉得呢 经过他这几个月的整顿啊 好像还真是不错了 商店里的食品供应啊 也好多了 涨上去的那个物价呢 也开始回落了 可惜啊 只这这个好景不长 这安德伯伯夫啊 也就执政了不到 也就一年多一点 就突然啊 从这个报纸和电视里边消失了 据说呢是病重住院 嗯 1984年去世的 嗯 当时啊有一个KGB的有一个党员就跟这个雷刚汉啊偷偷的说的 说呀我们这个党呢上面传达的消息是什么呢 他呀这个安德伯夫啊把这个主管外贸的伯雷日涅夫的儿子关进了监狱 结果啊这女儿伯雷日涅夫的女儿就开枪把他给暗杀了 安德伯夫是伯雷日涅夫呢 反正因为雷刚汉他们得不到消息啊 他也是这么听说的 继安德伯夫以后呢是切尔年科上任的时候呢已经70 多岁了他和这个晚年的伯雷日涅夫一样啊就是昏庸 不能还专横还贪婪 他上台以后啊就把这个安德伯夫的所有的新政全取消了 然后呢被这个安德伯夫罢免的这些高官啊纷纷的官复原职 经济呢又开始美况愈下了 哎这个切尔年科呢还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反华派 呃 当时啊来参加这个安德伯夫这个葬礼的是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也是咱们的副总理啊万里 这可算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啊差不多二号人物了吧 肩负着这个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责任来到了这个莫斯科 但是呢这切尔年科啊 连单独见面都没见 这切尔年科呢也是只执政了三年 这几个人啊任职七千啊都很短 可是呢这个苏联老百姓啊这边笑话啊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哎就比如说他们说啊列宁啊就认为人民可以管理国家 斯大林证明呢一个人可以管理国家 赫鲁晓夫证明傻瓜也可以管理国家 博尔特罗普证明如果按常理管理国家 他在位的寿命就不能超过一年 这笑话 到1984年这个在苏联的很多无国籍的中国人呢都先后恢复了中国国籍啊领到了中国护照啊 还有的呢确实他们也认为啊 有些人他之所以去恢复中国国籍是接受了KGB的所谓的特殊使命的 80年代啊赵紫阳执政的时期呢 中国的驻苏大使馆还是很关心这些旅苏华侨的 常常呢还会给他们写个信啊问行问暖啊 定期给他们寄来祖国的报纸啊和杂志什么的 个别的呢就是生活特别困难的华侨 还会发一些经济补助什么的 在这个五一节呀十一呀国庆啊 还会邀请这些华侨呢到中国大使馆呢一起过节 1985年3月这儿切尔联科呢执政一年呢也个儿屁了 苏联呢大概呢觉得呢 哎呦这回啊你看前面全一个个个儿屁啊 都是因为太老了 所以呢这回不能再让老人当政 于是呢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就上台了 那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差不多快讲完了好下期见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